今天不爛醉 我是Joy 我是Ocean 今天的主題是 喝紅酒用什麼杯子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桌上呢 就是在家可能會用到的杯子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紙杯 馬克杯 還有我們的啤酒杯 以及ISO杯 還有專業的紅酒杯 大家在家裡可能會想說 我們喝葡萄酒 都要用這種專業的高酒杯 當然 但是真的有差嗎 我們今天就來請Joy 來幫我們實測看 沒錯 今天我就是實測的那個人 太期待了 我們老師這樣半蹲著 倒酒好看嗎 好了 我們現在請Joy 趕快幫我們實測看看 等不及了 都是酒杯 各位觀眾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在家裡 真的要用紅酒杯了 Joy辛苦了 他剛剛幫我們全部試完了一遍 那Joy你覺得喔 剛剛這幾個杯子的表現 你覺得最差跟最好的是哪一個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最好的是哪一個 但是最差的 因為每一個性質不同 比如說我這樣在喝紙杯的時候 是各種不同的茶嗎 各種不同的副品 譬如說我在喝馬克杯 還有喝啤酒杯的時候 真的是用聞的 其實我聞不到它的烘酒的香氣 而且連 譬如說我們在喝紙杯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 比較酸耶 比較酸耶 為什麼啊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大家知道 中毒是不是 我們今天喝的是葡萄酒嗎 葡萄酒它也是有 它可以有12度到15度的酒精 那酒精呢 它其實會吸出 這個紙杯裡面的這個指甲 所以你喝出那個酸酸的 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想毒我 所以為什麼說葡萄酒啊 還是用玻璃杯 所以我已經有道道理了 所以說在家 千萬不要拿這種 紙類的 它真的會 不是OK的 主要會吸附 那個紙類上面 一些好的壞的 全部都被吃進去 對 如果你想毒看某一個人 那師傅看這個 我知道了 不要說我說的 好啦 但是呢 真的老實講 我覺得最後一個 我用紅酒杯喝的時候 它的味道真的 比較圓潤 一點滑順 而且它的香氣聚集 比較足 但是我也發現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 其實我覺得啦 ISO這種國際認證的酒杯 它們其實跟紅酒杯的長相 其實長得差不多 是一樣 下面胖胖的 然後杯口是 比較瘦一點 但是為什麼風味還是有差 大家其實如果仔細看 ISO杯 它的飛度還是比較小 但是這種高腳杯 現在的高腳杯 飛度是比較大的 這個比較大的 這個容器的飛度 它能夠讓香氣更加的聚集 所以你感覺到它的香氣表現 會更複雜 更濃郁一些 所以那是從聞的 但是喝起來還是 喝起來理論上是會一樣 但是香氣的表現會大很多 我居住的口可那麼棒 喝起來是一樣的 是 會一樣 像這種ISO杯 它雖然說是一個國際認證的 一個通用通用的杯 像你喝烈酒 葡萄酒 或是一些貓移 都會用這個杯子 但實際上 它的香氣的表現 確實是會比較閉嘴 比較悶 那如果說大家想要 真的是很享受一款葡萄酒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可以買這一種 杯度比較大的 比較現代的高澳酒杯 你剛剛有講到它杯度比較大 是不是買越大越好 也不盡然啦 也不盡然 反正就是紅酒杯就好了 是 越大的搞不好比較貴 是會貴蠻多 用的材料比較多嗎 好啦 各位觀眾今天就幫大家 已經實測結束 就是這些 沒有包括這個 這些杯子真的是 不要再考慮它 趕快把它 收起來就好了好嗎 好 謝謝我們的Ocean 今天不爛醉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掰掰